根据香港警方和内地警方 对媒体披露的整个作案过程 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在今年4月25号的凌晨 有六个犯罪分子进入了西宫清水湾 这个富豪居住的豪宅区 那么受害人这一家大有来头 他是原来香港的真知大王罗定邦的奖 这个罗定邦有一个著名的牌子 我相信电视机前大概4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都会有印象 他的名字叫宝石龙 在改革开放初期宝石龙这个品牌 富装品牌在中国内地是很有名的 那么当时这六个劫匪来到了罗定邦的家 这个时候罗定邦已经过世了 因为罗定邦是1996年的时候没的 那么在这座豪宅里住着的 是他的儿子儿媳还有他的孙子 那么这会儿绑匪进入到豪宅之后 罗走了大概价值200万港币的财物 那么这个时候正赶上罗定邦的孙女罗君尔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之后 这些绑匪就把罗君尔控制起来了 然后就由一起盗窃抢劫的案件变成了绑票案 他绑架了这个罗君尔 然后把他绑走了之后跟他的家属通过电话讨价还价 就说我们要4000万港币的这个书金 最后双方谈成了2800万港币 当然了老罗家也这时候报了警了 到了4月28号这一天 这绑匪开着一辆的白色的本田汽车 把这个书金拿走了 这书金分成28袋 然后一袋100万港币 总共2800万港币 那么带着这书金之后 这伙犯罪分子迅速的逃逸了 那么当时警方首先确定 人质安全没有问题 因为人质被这伙绑匪绑到了香港的飞蛾山 这个地方 在山上他们自己挖个洞藏着人质 警方把人质解救出之后 确定人质确实没什么危险了 然后开始全城的打搜捕 当时是控制交通信号 人为的制造堵车 希望能够把绑匪的车截到这 但是市医院委最终没有截招 那么过了一些天 这个绑匪当中有一个人 试图通过香港出境 结果在海关这被香港警方控制了 然后根据这些线索 在内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 很快这案情有了进展 剩下的八名犯罪嫌疑人 在广东警方的大力追捕之下 先后在深圳 东莞 还有贵州问案室落网 多数人是贵州问案室人 除了踩点的 直接从事绑架的这七个人以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专门负责把这些人 从内地偷渡到香港 还有一位是专门负责呢 就他们结了的财务进行销赃 所以总共是九名犯罪嫌疑人 那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呢 应该说大半已经告破了 只有这输金 两千八百万港币呢 其中他们领头的这位姓尤 他带了三百万港币出来 不知道什么渠道他带出来了 这三百万港币呢 他当时花掉了十几万港币 还剩二百八十多万港币 然后这二百八十多万港币呢 起货了 那么剩下的这个 两千五百万港币 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找到地方 他对媒体公布的是呢 这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 这个钱能出去 因为你在过海关 咱们有很多朋友到香港旅游 都有这个常识 你从香港回到内地 你贷的钱 最多不能超过 相当于人民币两万以上 如果你再多了 那你恐怕就得 那个一个是要报官 再可能得需要银行 给你出具一个证据 所以就是这么大宗的款项 是不可能通过正规的渠道 从这个香港带走的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呢 算已经破了一半吧 因为毕竟这个赃款 现在还没有回来